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跟台晋隆老师相处 有很多值得怀念的事 我大概心里一直一直怀念的一件事 是他有一天忽然问我 他说蒋勋 你有没有在梦里写过诗 我大概从来没有被别人问过这样的话 而这样的问话里面 我想忽然会打开你心里好多记忆 我们青春年少的时候 当然有过在梦里写诗的经验 可是也不敢跟别人讲 觉得也很羞怯 可是我没有想到一个 年纪到很大的八十岁的台晋隆老师 忽然问我这句话 然后他就念给我听 他二十岁的时候写的 春魂渺渺归何处 万急残红一笑中 一个年轻人二十岁 在春天快要过完之后 看到整片繁华 讲他生命里的这种寂寞跟惆怅 然后他就哈哈大笑说 写完以后自己觉得好得意 然后给同学看 大家都说不懂不知道你在写什么 然后他说也写不下去了 就两句 然后他就四处颠颇 经过战乱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一个诗人 如果是诗人 隔了六十年 在他八十岁 他说有一天忽然接下去了 然后说此世少年梦一语 天花缭乱许从容 那我想这件事 我一直怀念的原因是说 一个好的老师 会勾引起你心里面对美的追求 什么叫做在梦里写诗 那首诗别人都不懂 你能不能还记得 那首诗别人都不懂 可是你可以等六十年 去把它完成 感谢观看 所以看到这样一个小小的手稿 真的是手稿 因为他写梦一写颠倒了 写了一梦 然后还把它勾一下 就完全是一个手稿 然后交付给他的学生 林文岳老师 我觉得是展览当中 非常值得大家仔细去感觉的 一个台老师最好最好的作品 让我这次有个学生就会烦死了 要先啊 然后来这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